很多人说每个Pi超过1000美元是不可能的 但我会说并非不可能 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有一些先决条件 全球现金通胀必须继续 现金流必须流回加密货币市场Pi Network的主网必须完成 必须至少超过三年 首先对于一和二大概就是这样 在美国通货膨胀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约35% 在全球范围内也有类似的增长 由于COVID-19新冠过去两年的增长率异常高 因此一旦这种情况正常化 增长速度很可能会减弱 但基本上现金的价值显然会继续下降 如果现金价值继续下降 资本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其他地方 问题在于一旦COVID-19消退 美联储将削减其一直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 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但它一定会到来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股市肯定会下跌 资金将转向债券等安全资产 加密货币不被认为是一种安全资产 但由于其他原因 资本可能会转移到这里 简单地说 从长远来看 现金流会回流到加密货币市场 这个时候 比特币等代表性虚拟货币的市值将会增长 Pi Network具有超越比特币的巨大潜力 但许多人仍对此持怀疑态度 因此 假设比特币未来将继续成为加密货币市场的代表 甚至从这个角度来看 由于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增加 Pi Network的增长前景也更高 Pi Network已经有理由预测每个 Pi超过400美元 当然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但是很多朋友应该发现 Pi的发起和项目建设跟所有加密货币都不相同 它的估值不能按照传统预测进行 因此 这便出现了很多种预测 从1美元到1000美元或更多 而一Pi要想达到1000美金或者更多 还需要其他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必须成功完成Pi Network的主网入口 幸运的是 这即将会成功 这是因为Pi Network计划在2022年第四季度进入主网 并且所有测试目前都很成功 因此 你可以对上面提到的一到三说 一切都会这样 你所需要的只是让这件事发生的时间 我并没有毫无根据地说需要三年多的时间 Pi Network进入主网去中心化钱包的完成 以及宏观经济条件也被考虑在内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认为如果一Pi真的达到1000美元或更多 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但最重要的是 每个Pi达到1000美元并非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